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水了 路易顿时将熟睡的园下唤醒 打开房门时 走廊里全是惊慌失措的人 火是从一楼开始燃烧的 人们被困在了楼里出不去 客栈的人基本上是一些过路的商人 他们不懂武 还有少数手无腹肌之力的妇人和孩子 对于路易和园下来说 逃出去并不是难事 可楼里剩下的几十口人就得活活被烧死 火势越来越大 人们越来越慌乱 孩子直接嗷嗷大哭了起来 大伙别慌 先找块师部捂住自己的口鼻 我先将孩子护送下去 路易说完看了园下一眼 接着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从窗户飞了下去 园下也搂着一个孩子紧跟其后 飞在空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许多只剑向他们飞射过来 万幸几人都安全落地 剑还射在空中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得去将人引开 园下二话不说就想去 路易拉住他 我去引开 你留下来 你力气大 一次能救两个人 而我只能救一个 火势太大 想要灭火 已经不可能 只能用轻弓一个一个地从楼里就出来 能救几个算几个 路易拉住他不松手 园下拍了拍他的手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人命关天 来不及磨蹭 路易也只能放手 满是担心地叮嘱一句 一定要活着 园下重重地点点头 此去不知道还有没有再回来的机会 园下不舍得望了路易一眼 转身快速离去 与此同时 陈锋所在的益州客栈也走水了 陈锋和陈宇也正处在水深火热中 陈宇 别管我 快走 陈锋和陈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入了迷烟 等他们醒过来时 房梁已经被烧断 并且压断了陈锋的脚 外加上两人吸入了不少的烟雾 没有受伤的陈宇 想带着陈锋一起逃出去也难如登天 陈宇将陈锋扶起来 要死一起死 要活一起活 陈锋将陈宇推开 这样我们都得死 你快走 这是命令 他们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的关系 陈宇哭了起来 我不走 陈锋从衣巾里摸出一把匕首 你若是不走 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眼泪划过鼻梁 陈宇哑声说 我走 保护好王爷 眼泪在陈锋的眼里打转 他强忍着 没有留下来 见陈宇还不走 将匕首刺入自己的脖子 陈宇见到鲜红的血液 从陈锋的脖子上流出来 他挥泪离去 陈锋将客栈里的人全部救下来 原下也归来了 他冲着陈锋笑 似乎在说 我厉害吧 说了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 陈锋仔细打量着他身上的每一处 发现他左边的胸口上受伤了 扶着他 关心道 你受伤了 原下摆摆手 无碍 小伤而已 被救之人跪在地上 一口同声道 感觉两位大侠的救命之恩 不必客气 大家无事就好 这天也亮了 我们还要赶路 原下向着众人拱手 后会有期 陈宇也拱手到了剧 后会有期 马被烧死了 原下和陈宇只能不行赶路 陈宇追问道 你的伤当真无碍 当然无碍 原下自豪地伸出拇指着他自己 我可是天下第一神偷 能有什么事 说完 原下喉咙一热 一口血被吐了出来 陈宇见吐在地上的血色发黑 急忙给原下把脉 如他所想 你中毒了 而且是剧毒 他心中一阵慌乱 也后悔让原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